第四千四百九十四集 难道 一阵莫名的心计涌上心头 那脚下的阴影有问题 薛魔宗强者惊呼出声 他已经砍穿了这阵法的杀伐攻势 尚未来得及开口 头颅却是冲天而起 快看 与之师姐与其他师兄们合力 竟然斩了薛魔宗的一位 接近百家境后期的强者 一时之间 吴玉芝等人所在的阵法 成了整片战场之上 最为瞩目的存在 力战强者 唤起了所有内门弟子 心中的火焰 这种强者也非无敌 吴玉芝的喝声传遍全场 天宫神教弟子列阵 是 整座演武场内 无数个角落 瞬间都在回荡着那血气冲销的嘶吼 一时之间 平靠着这天空杀阵 百人的队伍 竟是生生拖住了诸多强者围攻的脚步 国造 血魔宗老人身影略至战场之上 楼椅也敢在此叫嚣 一掌挥出 天地变色 雷霆肆虐在武道台之上 若不是杀阵加持 仅是余波便足以要了全部人的性命 堂堂一宗要员 对着小辈下杀手 也不怕惹人耻笑 速色长山的老人身影而至 挡在吴玉芝等人身前 一直点出 气碎苍穹 偌大的演武场瞬间爆碎 整座山门沦为鸡粉 战场的中央 两位老人飘身而立 老掌教 天宫神教的老掌教出马 将血魔宗老人的强悍 一击抵挡了去 末世联盟规则 天军出手干预俗事 你好大的胆子 悟空老人杀意尽险 血魔宗老人哈哈大笑道 没想到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 还活着 阻拦我 将你等尽数斩杀于此 联盟能奈我何 黄发飞舞 血魔宗老人立身于虚空 宜然不惧 万神雪山山巅一战 这天空神教老人 已然燃尽了血气 如今 只要拖延片刻 天空神教不攻自破 谨兴你个老不死的 也妄图覆灭我天空神教 狂暴的气势 自悟空老人周身爆发 哪怕是昙花一现 也是恐怖绝伦 那么再加上我呢 一道淡漠且戏谑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夜尘 夜尘来到老人的身旁 双手负在身后 眼神凝重 一直以来 他不想过多地沾染天空神教的事 只因为稍有不慎 便会被羽黄古帝发现 斩杀红天青之后 恐怕羽黄古帝 对任何一丝 下界传来的信号 都不会放过 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自己的实力 并非巅峰状态 那一战的伤势 还未彻底痊愈 不过 让夜尘有些意外的是 神武殿 竟然真的和阴魔圣殿为伍了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的 对天宫神教出手 天宫神教的老长教 无空 看着立身与血魔宗老人身侧的 华山身影 顿时怒吓 想不到你竟然与阴魔圣殿为伍 老人望着眼前 这个自己争斗了一生的敌手 千载岁月 一目目自眼前划过 看来神武殿 已经失了气节 两久后 老人遗憾地摇摇头 似是惋惜 气节 像你这般任人在割吗 华山老人居高临下 满脸的不屑 果然 仙宰前神武殿 早就随着那一战 随着神武令逝去了 无空望着眼前 邪气弥漫的 神武殿主 做出了行动 老家伙 你的对手是我 虚空突然撕裂 背后一掌挥出 血魔宗老人狠狠 拍在无空的背后 老人勾搂的身形 倒飞而出 一股柔和的力量 将无空接过 望着身后赶来的夜辰 无空轻声道 夜辰 老夫始终欠你一个人情 见到神武殿店主现身 一直伺机而动的夜辰 也是出现在战场之上 前辈 这个老家伙交给我吧 夜辰轻轻一笑 上古时期的一些恩怨 神武殿 可是素来与阴魔圣殿有染 什么 无空闻言 显然一愣 夜辰对于黑魔崖底 冤天宗的往事 并没有跟老人提及过 此刻老人的反应也属正常 深知此地不是详谈之所 老人只是点点头 轻声道 这老家伙实力深不可测 你万分小心 擦去了嘴角血迹 无空老人的气势 明显弱了几分 很显然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燃血带给他的后遗症 逐渐显现 视线也是出现了一丝的模糊 无空 你要亲眼看着天宫神教覆灭 血魔老人狂笑而起 再次与无空老人战斗在一起 看来你就是夜辰了 神武殿殿主眼见战场之上 出现这么一个年轻的身影 这般姿态 他想起了阴魔圣族所言 夜辰手中祭出一剑 一声蒙鸣 剑意冲销 撕碎无尽黑暗 光芒出现洒照在天空神教的地界 这片废墟之上 再现一缕清光 虽然没有窥见无无世界 这一剑也不是止水剑道 但如今的夜辰 岂会有平凡的剑道 夜辰 你是个聪明人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神武殿殿主望着眼前 不过太真净的年轻人 传音开口道 交易 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冤天宗 夜辰淡然一笑 却也给了神武殿主 无尽遐想 神武殿主眼神一眯道 看来冤天魔剑 的确在你手上 夜辰不知可否 玄机开口道 告诉我天血心的下落 我倒是可以考虑 与你合作一番 神武殿主眼神闪烁 上下打量着夜辰 小子 天血心违背联盟规则 正在接受调查 等一切查明白了 自然会回来 神武殿主开口道 你若是这般与我打关枪 看来我们的合作 便没有必要了 夜辰手中长剑寒芒一闪 一剑挥出 太阳赤黄斩 压缩到极致的爆裂剑光 撕裂一切 他手中的剑 此时化身成冉冉升起的太阳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升到云霄 浩浩荡荡的金色神光 驱散了一切 这一剑 八荒震动 十万浮云皆神兵 这一剑 霍灭万象 神武殿殿主 毕竟是天宫之地 一带顶级的强者 面对夜辰 灵力的剑势 一直弹出 一声脆响 剑芒崩碎 此时无尽黑暗 将其吞噬 神武殿主脸上 划过一抹不屑 那藏匿余的一抹流光 一闪而逝 与此同时 神武殿主的脸颊之上 血肉开绽 夜辰的身影 掠至神武殿主身前 那一瞬间的愣神 令他身形一致 夜辰手中的剑 直刺对方的咽喉 蝼蚁敢伤本尊 神武殿主震怒 他轻视了夜辰 如今被夜辰划伤 令他颜面扫地 一掌画剑 静止将夜辰的剑意弹开 旋即一个虚空之掌 狠狠轰击在夜辰的胸口 一拳似是砸在了 万年寒铁之上 顷刻消散 夜辰硬扛神武殿主一拳 若是肉身成胜之前的身躯 整个肉身都将被生生打穿 饶是如此 夜辰此刻也是五脏挪位 翻江倒海 与红天星一战中的伤势 似乎是更重了 若是势不可为 我会引爆天宫神教的护宗大阵 届时你们立刻抽身而退 夜辰自然不认为 自己可以对抗这等强者 第一时间传音告知了吴宇芝 眼下虽然看起来自己 能够力战对付 但其中的差距 是由他自己清楚 夜辰先生 竟能与神武殿主交手 不明白其中内情的天宫神教 众多内门弟子健壮 纷纷露出狂热的目光 只有下方的吴玉芝目露复杂之色 夜辰与神武殿主之间的天渊 绝不可跨越 自己眼下的九人小队 虽然能靠着杀阵抵挡 但这些强者均不是凡俗之辈 已经有人窥探了其中端倪 再拖下去 同样也只是时间问题 小子 乖乖交出冤天魔剑 我可以饶你一命 神武殿主此刻也看出夜辰的不凡 寻常强者在他的眼中不过蝼蚁般脆弱 而眼前的夜辰仅仅只是太真净 却是能够尽得他身 在神武殿主眼中 这一切能力都与冤天魔剑有关 夜辰却是眼中寒芒凝聚 再次冲来 我可以收手 也能告诉你天雪新的下落 神武殿主一言 生生止住了一件当前的夜辰 前提是你要把冤天魔剑交给我 现在此刻 神武殿主眼中的狂热之色掩盖了一切 与此同时 神武殿 怎么样 天雪新交代了什么 阴魔圣祖的身影秘密出现在神武殿 神武囚王塔中 没有渡不尽的人 苍老的声音回荡在阴魔圣祖的耳中 冤天魔剑不在他手 缘何解此因果 血色的长袍一声冷横道 老家伙 你要明白 这个太上长老的身份 是我阴魔圣殿赐予你的 你能活到现在 也是阴魔圣殿赐予你的 给我三天时间 我会撬开他的嘴 苍老的声音回荡在阴魔圣祖的耳边 最好如此 血色的身影长袍摆动 眼底闪过一丝杀意 喃喃道 天雪新 你和夜晨的日子到头了 神武囚王塔中 一片紫气鸿蒙的世界之中 无日月之光 时间在这一刻永恒不适 白色的裙摆静静 浮立在苍茫焦土之上 佳人睫毛轻轻抖动 指尖之处能量一散 与整片天地之间徘徊 与虚无之处散尽 这是 逐渐行转的天雪新挣扎起身 望向着废弃的茫茫焦土 对于此刻自己的处境 也是猜到了一二 那一日风铃台之战 为了掩护天宫神教 剩余精锐的撤离 天雪新选择了隐忍 说话 心念一动 却是发现四下沉寂 体内灵力也像是被封印了一般 毫无波动 紫色的鸿蒙气息 流转在天雪新周身 竟是连双华剑都失去了感应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